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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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智慧树乐园 这里有经典的才艺 这里还有别开生命的游戏 小伯东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赶紧认识一下他们了 好的 赶快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个家庭 红队 红队 红队小队长 黄队小队长 黄队小队长 黄培吉 今年六岁 队员是他的姥姥和妈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黄队小队小队长 黄队小队长 闹队小·张分队小队长 鐙离小队小队长 Alien Bluecup 今天宝宝闯关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来 双号准备 听我的口令 计时 开始 加油 好 拍起来 都拍得很快 好 第一轮 没关系 第一轮通常我们可能成功的概率都不高 没关系 也是小朋友来找一找手感 蓝队的小朋友 第二轮也是非常厉害 来 对 这样也是可以的 我之前玩过篮球 我觉得篮球很好玩 我们蓝队的宝宝 黄队的宝宝身高可能都比较高 所以他们投起来来还是很有优势 没关系 继续 好 现在时间过去了一半 我们的三个小朋友 干嘛 回去了 红队 怎么了 要换球吗 不用换 走 不要迷茫 不要迷茫 小朋友显得稍微有些迷茫 可能在对球的选择上有自己特殊的偏好 选择自己最顺手的一个球 还是拿着跟刚才一样大的球 调整好 投球 不要投到黄队小光的窗里了 好 看来我们小伙子还是比较有准 稳住 来 红队宝宝 继续 继续 快 快 快 还有时间 抓紧最后的一点时间 我们争取再来完成一轮运送 注意不要超过我们线的位置 力量实在是太足了 好 抓紧最后的时间 看看还能不能运送 最后一轮 来 抓紧时间 紧张起来 我们进入倒计时 5 4 3 2 1 时间到 好 经过刚才紧张激烈的游戏比拼 我们的成绩是这样的 红队宝宝其实也很棒 但是最后有点遗憾 没有投进 那我们蓝队的宝宝投进了2个 好 黄队小伙子投进了5个 来 我们进入追踪 赶快来看一看这个环节当中 他们的成绩如何吧 宝贝2加1 快乐做游戏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智慧术宝贝2加1 感谢飞鹤奶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小股东 在接下来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将会看到各个家庭的风采 好期待 那就赶快进入今天的家庭财业跳 宝贝一会儿我们跳什么呀 要跳哇 是这样子的吗 哇哇哇哇哇哇 来一个呀 今天是我两个姑妈陪我来的 我特别开心 一会儿我得好好北线 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加油 耶 小小蜡蜜 穿花衣 红黄蓝绿多美丽 小朋友们 我们欢喜 买个图画笔 花香蜜蜜 飞在蓝天里 花小草 长在春天里 你画太阳 我画过气 紫光 紫光 我们爱你 紫光 紫光 我们爱你 meioANSMU 是 孙则 海金 小yss 本 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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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来 好 首先请我们的大朋友把你们的答案写在题板上 然后我们来问一问小朋友 你平时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大声告诉我们 小兔子 小兔子 好 来 妈妈的答案是狗 爸爸这个还拿反了 但是您二位写的倒是都一样 那你喜欢狗吗 非常明确 不喜欢 请问你的答案从何而来 它有个小狗天天抱着 你家里养了小狗 但是孩子却不喜欢小狗 家里有没有养兔子 没养兔子 根本都不要养兔子 那你喜欢小狗吗 为什么家里要养狗 那不是真狗 你好同趣 家里养了一只毛终玩具的狗 对 养了一只毛终玩具 因为我天天搂着那个小狗玩具 所以爸爸妈妈写的才是小狗 第一题有点遗憾不能得分 不过没有关系 让我们更加了解了宝宝的喜好 好 第二题请看一下 小朋友请问 爸爸和妈妈平时谁陪你的时间更多一些 妈妈 妈 来 我们来看一看 答案 好像这个答案一般情况下都是妈妈 对 好的 恭喜你们答对了一大题目 来 那么最后就看一看第三题 你们能不能够答对了 来 请看 这个我觉得范围有点宽泛 看一看三位的答案能否对应上 请问你最好的朋友是谁 鲜鲜鲜鲜鲜鲜鲜小朋友 来 我们来看 果然是鲜鲜啊 看来真是你的特别铁的好朋友 来 为你们鼓掌 太棒了 在这个默契考验当中 看来我们红队家庭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 除了这个小兔子和小狗的问题上 有点点的出入 另外两道题都答对了 好 下面也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黄队家庭 好的 我们的黄队家庭也已经做好准备了 和宝宝一起来游戏的是妈妈还有外婆 也就是姥姥 来 做好准备 第一道题目 先请大朋友来看一下 好 来 先把答案写在你们的题板上 好 来 写下你们的答案 好 我们来问一问黄培锦小朋友 请问 平时你最喜欢哪个颜色 绿色 绿色 为什么 因为绿色很好看 非常笃定 我们来看一看 太棒了 穿绿色 那一定喜欢绿泡泡对不对 我之前很喜欢绿色 妈妈姥姥都知道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第一题 奇开得胜 第二题 这个 好 来 相信我们家庭环境都非常的和睦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 比如说爸爸妈妈因为一点小事情 办了几句嘴 吵架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爸爸妈妈谁会先认错 妈 妈妈 真的吗 好 来 我们来看一看 爸爸 爸爸才不会写自己呢 肯定是爸爸 对吧 而且我们也要绅士一点 在家里 甭管是他错 还是我错 反正都是爸爸错 我觉得他们应该少吵架 互相道歉 这道题按照我们的规则不能得分 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最后一道题目 妈妈看到每个题字我都要笑一下 小朋友请问 平时在你的家里 谁做家务活最多 外婆 是吗 是吗 来 我们看一看大家给出的答案 果然是 伟大的外婆 来 我建议你去抱着外婆亲一口 好不好 来 亲亲外婆 去吧 别 不好意思 亲一口 亲亲外婆 谢谢外婆 好 太棒了 我平时在家里外婆做很多家务 我觉得外婆太辛苦了 我也就帮了一点忙 好的 那也要感谢我们的所有的老人们 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付出的 各种各样的努力了 好 来 我们把掌声送给黄队家庭 最后让我们请出我们的蓝队家庭 好的 我们蓝队家庭也已经做好准备了 陪宝宝一起来进行游戏的是 大舅妈还有小舅妈 看一看 你们这个大家庭之间的默契程度 来 第一题 题目是什么呢 来 先让大舅妈看一看 好 再让小舅妈看一看 好 来 小朋友请听题 请问 平时你最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什么地方玩 广场 在广场会玩些什么 游乐项目 好 来看一看 二位给出答案 大舅妈写的是广场 小舅妈写的是游乐场 但是刚才宝贝确实也说了 里面有很多的游乐项目 那你觉得他们的答案能算对吗 这么严苛 我觉得差不多了 你去泰山广场不就是喜欢去游乐场去玩吗 那个广场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游乐场 因为广场里面有游乐园 我最喜欢去广场 好 那我个人认为这道题可以算对 好不好 给他们读着 对 第二题 这个估计就不会有什么特别魔能两可的这种答案了 来 看一下 来 看一下 好 想一想 先请大家写出答案 来 小朋友请听题 宝宝请问你平时最喜欢的运动效果是什么 跑步 好 跑步 来 我们看一看大舅妈写的是跳舞 小舅妈写的是跑步 但是呢 三位的答案没有统一 所以说是不能得分的 也没关系 这也很正常 第一题 我们还是答对了 来 为自己鼓鼓掌 祝贺你们 那么在这个默契大考验的环节结束之后 同样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三个家庭他们的成绩如何吧 好的朋友们经过两轮紧张激烈的游戏比拼呢 现在我要为大家宣布获得今天冠军的究竟是哪位宝宝了 是谁呢 经过激烈的角逐获得我们智慧数宝贝2加1冠军的就是我们黄队的宝宝 恭喜你 恭喜 当然了 我们红队和蓝队的两位小朋友表现得都很棒 所以他们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 三位智慧宝宝都将获得我们的智慧奖牌 下面就由我和小顾东来为他们颁发奖牌 耶 颁奖了 来 小朋友 恭喜 恭喜 七个档 耶 来 好 再次恭喜我们的三位可爱的小朋友 他们还将获得本栏目送出的精美的奖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关注智慧数 了解到更多的精彩内容 我们在这里也期待有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对 我们在智慧树等你 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说我们的口号 一起来说 宝贝2加1 快乐做游戏 小朋友们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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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